今天这个老板绝对是正能量 公司遇到了困难 为了及时给员工支付工资 把手表拿出来周转 为老板的行为点赞 同名家是吧 这家 发票都听得了我讲 我去年轻 发票不要紧 主要是看保卡 保卡应该在的 总的这三卡 还码 哎 老手的 啊 在手上 这还码600嘛 我们这里有一个同款啊 还码600 是不是一样的 诶 诶 诶 你真吗 有问题了 真假没问题的 东西肯定是真的嘛 我只得人买饭 就像 这两个小公娘公司 我还请大家 要付费 这两个地方的 都转一下是吧 嗯 要卖表发工资啊 大哥也是有责任 有担当的老板 我不想请人家 签一签都不行啊 不能抽签这两个小公娘公司 可以的可以的 做服装的啊 批发对吧 可以的 老客户出来之间 这批货他几年了 上次要好几个 他规定的时间拿货 这个月不拿了 不拿了 看来形势都不太好啊 不过幸亏 遇到了一个好老板啊 对对对 这个绝对是好老板啊 谁跟着是有福气的 我又不想借 可以的可以的 那我帮你看一下啊 南京东路买的 2021年 你也是遇到困难 为了给人家发工资的 我就最高也就 当时买过来多少 5万左右 当时看来没什么打过来 外面很便宜的 那我就帮你登记一下 身份证带来吧 也是顶着行情啊 因为这个表框的话 其实是一般的 苹果不是蛮好的吗 可以的可以的 困难只是暂时的 对 看得出来 也没碰到很绝望的大问题 这个是小问题 对对对 好的好的 好的 感谢大哥 好的好的 今年的形势确实比较严峻 希望所有遇到困难的人 渡过难关 可以东山再起啊 我们为这个负责任敢于担当的老板点赞